小甜甜和老公送进贤的婚姻风波延烧多日 两人日前已提出离婚诉讼 然而今日又有人出来爆料 小甜甜早在2021年还在坐月子时 就动了想离婚的念头 且在两年前就请有人帮忙找过律师 爆料者提供多则对话记录 表示小甜甜在2021年7月 发现保险公司补助的10万元生育金贴被老公领走 当下就直接传简讯给友人说自己想离婚 希望能尽快处理 不过有人以为小甜甜只是意识在气头上 且每次吵完架后夫妻两人照常一起出去 一起上教会 并没有坚持离婚 而宋靖贤则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 这两年夫妻两人在节目上大聊婚姻生活 原以为小甜甜说的都是节目效果 没想到原来是老婆的心里话 小甜甜和宋先生已于1月3日进行协商 然而现在又出现有人爆料 让网友们看得一头雾水 有人质疑小甜甜习惯拍老公的影片 是不是早就在计划离婚 也有人针对被领走的10万元津贴 表示如果另一半不诚实又有暴力倾向 那就真的太可怕啦